我打死了校园霸凌的同学 被确诊是精神变态反社会虐待狂 电影死刑开启前一秒 系统选中我做虐文女主 虐文女主无私奉献 温顺忍耐 被误会了也绝不为自己说话 直到她悲惨死去 所有人才会悔悟 余生都活在对她的怀念里 系统说他们虽然得到了金钱和权利 但永远失去了爱情啊 我只想从电行里活下去 毫不犹豫点头 各位宝子们 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晚上好 好看的全文又来了 下面小说正文开始咯 在睁眼我已经变成了虐文女主 脸上火辣辣的疼 一个长须中年男怒喝道涅障 盗窃书房信件 还敢冤枉你妹妹 信息如流水般塞进了我的脑子 我现在是侯府嫡女成青云 被继母的女儿成庆庆栽赃偷窃 百般辩解却无人相信 系统一版一言请诉主物必遵守约定 在剧情内履行女主义务 若有违反必将重罚 我抓到了这段话的漏洞 剧情之外呢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意味深长 不在剧情之内 请诉主自由发挥 滚祠堂去 跪着三天不许吃饭 旁边两个抱在一起哭哭啼啼的女人 捂着嘴冷笑起来 一个是我的继母 一个是妹妹 我看了她们一眼 任由下人将我押进祠堂 深夜我撬开了祠堂的门 借着夜色 我找到了妹妹的院子 成庆庆还没有休息 闺房里只有她一个人 我悄无声息翻进屋子时 她还在对镜子上 我用手帕捂住了她的口鼻 锁住她的双手 穿越带来的不仅是我的灵魂 还有五个医生都不一定能压住的蛮力 我轻生到祠堂太冷了 静静今晚我们一起休息 成庆庆惊恐地呜呜挣扎 眼泪流到我的手上 我没有松手 只是轻轻择了一声 有点脏呢 很快她的四肢软了下去 颈动脉动只需要按压几秒 就能让一个健康的人昏迷 我放开手 任由她摔在地上 选定了一条青带色的披驳 慢条丝里地缠上成轻轻的手腕和脖子 确保能让她动弹不得 一根手指头都抬不起来 我舔了舔后草牙 多亏我这个妹妹 有睡前遣退侍女的习惯 现在我有一个完美的游戏室了 我不否认自己是个精神变态 只是我早早学会了 如何伪装成正常人的样子 也学会了隐藏我的爱好 精神变态者融进社会 仿佛野兽穿上人皮 但是霸凌者的血太美了 每一拳下去 他们惊恐地尖叫 关节上的碎肉和血迹 对我来说都是无比享受的体验 那时我才悟出一个道理 杀一头温吞的羊太无趣 流着口水恶意沸腾的猎狗 才是最有趣的猎物 我就着烛光 耐心磨着簪子的拆头 这本来是原生给自己准备的 生母死后 原生的境遇每况愈下 时时都有死至 程庆庆悠悠转醒时 我正在她手上笔划龟壳 小姐的手嫩如葱白 粉嫩的指甲染上鲜红 再好看不过 我愉悦地把簪子戳进了指甲里的软肉 程庆庆的眼睛突然睁大 脸颊通红扭曲 可惜我堵上了她的嘴 听不到她的尖叫声 鲜血淋漓中 一半指甲已经被撬开了 我笑了出来 你愿望我偷东西 本来应该把你的舌头割下来的 可那样就不好玩了 但罚还是要罚 所以哪只手偷了 就要用哪只手还哦 十个指头撬了四个指甲 程庆庆已经疼得浑身静攣 她那双被夸赞宛若萧葱根的手 已经扭曲得不成样 眼泪打湿了整张脸 我笑着取下她嘴里的不团 在她尖叫的前一秒 三字底上脖子的动脉 她愿毒地瞪着我 把自己梗得面目扭曲 程庆云 我一定 我一定让爹爹杀了你 我歪头拽着她的头发 安静被亲 我不喜欢你说话的语气 你再想想应该怎么说 按在她头上的手 随时都能掐断她的脖子 程庆庆终于害怕了 求生的本能让程庆庆小声尖叫了起来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诬陷你了 长姐饶了我吧 想起来哪只手偷的了吗 左手左手 我满意地重新塞上她的嘴巴 欣赏她替泪横流的丑态 早说实话不就好了 你看害得我还挑错了 两根指头 很痛吗 不过是原生曾经受的一点苦罢了 寒冬腊月 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女孩 因为不愿意给妹妹下水捉鱼 被强行推进了水池里 双手动得青子 继母咫尺不肯找大夫为她治疗 她几乎废了一双手 说出去的话 下次断的就不是指甲了 我在程庆庆惊恐的眼神中 再次掐晕她 擦了擦手上的鲜血 心情舒畅 回到祠堂 清晨的太阳再次照上眼皮时 我睁开了眼睛 没有惩罚 没有警告 我勾起了嘴角 真是太好了 下人发现昏迷不醒的程庆庆后 侯府几乎炸开了锅 尤其是看到她鲜血淋漓的手 继母当场晕了过去 爹的说法 便宜爹脸黑如锅底 成庆庆醒来以后 惨叫哭好了很久 京城贵女 每个不爱惜自己身上的一寸一毫 但不管继母怎么追问她 她都咬死了自己 被迷晕什么也没有看到 她清楚地知道 我能折磨她一次 就能折磨第二次 继母只好催促医师治疗她的手 带着她去城郊的寺院小猪驱邪侯府 上上下下排查了一遍 什么都没有找到 三天后禁闭结束 我走出祠堂 便宜爹派人把我带到正厅 我一看还是熟悉的配置 哭哭啼啼的继母和成庆庆 还有怒火中烧的便宜爹 跪下我有点烦了 本来以为古代没有警察 没有医院 我可以大展身手 但有个老不死 总想骑在我头上 我非常不爽 我冷淡贪手女儿和错之友 眼睛却一直盯着和继母抱成一团 故作柔弱的成庆庆 她和我四目相对 僵硬地离开视线 倒也不是蠢货 三天时间足够她缓过神来 找回勇气告状 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 从一开始 整个侯府都是我的目标 便宜爹吹胡子瞪眼 你伤害亲妹 还敢狡辩 我歪头这三天 我都在祠堂闭门思过 又怎伤害妹妹 继母忍不住了 抱着成庆庆对我谴责 我知道你因为你母亲去世 对我心怀怨恨 冲我来就是庆庆 可是你的亲妹妹费了一双手 以后要怎么活 我的身体忽然感到一丝哀气 这是圆主听到母亲的感情遗留 说起来 这个继母好像还是圆主的小姨 在圆主出生后 就和自己姐夫勾搭上 气死了姐姐灯 倘若是我盯着继母看 她昂着头 像斗鸡一样 这么有胆气 隔开喉咙的血 一定很漂亮 成静静在一旁打了个哆嗦 我左耳对她笑 我月里只有妹妹三分之一 吃不饱穿不暖 今年还中过暑 一关说我体恤瘦弱 如何对妹妹动手 还毫无损伤呢 说到月银 便宜跌脸上尴尬了一秒 不满地看了继母一眼 侯夫长女居然过得比二小姐还惨 说出去 她脸都没地方放了 但是她还是沉生 即便没有伤害庆庆 你心思冷漠 不爱众姐妹 今日起就滚去别院思过 还有你那桩婚事 也因你品行不端 附加不容 让给了庆庆问责 我是顺带 这才是他们的目的 原生有一桩成国公联姻的婚事 但是那位未婚夫早就和成庆庆勾搭上 原生伤心难过 却没有发作 把未婚夫当作自己的出路 觉得只要人人 一定会柳暗花明 蠢祸 我在心中冷笑 面上却突然换了一种表情 眼圈慢慢泛红 哽咽地跪下来 既然父亲和母亲都这么想 为人子女 女儿也甘愿千居别院 静心休养 只是走之前 给女儿三天时间 再好好静一静笑道 我装母作样 磕了个头 抽抽耶耶 看着随时都要碎了 一哭一跪 便宜爹也不好说什么 将着脸点点头 继母倒是觉得不够 但是为了她女儿的婚事 冷哼不说话 这就是园主的常态 侯府的人看了十几年 一点没怀疑我的示弱 我表现十分怪巧 七力轻微 自后便宜爹和继母 成庆庆怎么试探 我也只是随时都能哭出来 让她不要冤枉我 渐渐地她放下心 记恨伤了手指 想要报复继母 搂着她心甘宝贝的红 婉儿何必跟这种人置气 等她去了别院 有的是法子收拾你 将来要当公侯家的主母 可不能伤了面子 说这话的时候 我还在给继母端茶倒水 他们俨然把我当作死人 入夜 我端着一碗汤羹 去书房找便宜爹 因为连这几天都这样 小丝也不拦我 便宜爹在看书 看到我来 他扳起一张老脸 女儿服侍父亲 用汤田衣 爹冷傲地点头 十分满意我的乖巧 我走到他身边 看着他将汤羹一饮而尽 嘴唇微起 露出森白的牙 父亲辛苦多年 女儿心疼得很 你现在这里也不晚 好好去别院修养身心 不要给我丢脸 我漫不经心 拿起书案上的阵纸 只是不知道 和我娘比起来 谁更辛苦呢 我爹脸色微变 转头看到的 就是我温和的笑容 他生生打个机灵 色力内忍 你娘和你一样 小气善赌 又在胡说什么 还不快出去 他想仰手打我 惊惧地发现 自己失去了力气 便宜爹慌了 结巴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 爹我很久没见娘了 忘了他是不是真的善赌 你下去帮我问问吧 阵纸沉重 又迅速地砸在他的后脑 我爹僵住 一缕鲜血 蜿蜒滑下 他一声不吭晕过去了 原主的迷药 真好使 他怎么静用在自己身上 我甩了甩阵纸上的鲜血 非见到书案后 画着的一副德操高洁 书法上便宜爹 不省人事 我心情愉悦地哼着歌 走到门口吩咐小思 父亲正在小睡 要刚才那碗汤 跟你们去取来 小思领了命 转身时 我用阵纸砸 乐下去 但立即控制得不是很好 没晕害得我 只能捂住他的嘴巴 掐晕这副身体 真是太瘦弱了 我有些不满 拖着昏迷的身体 扔到附近的假衫 我深吸一口气 平复激动的心情 将便宜爹捆死 还差一点 我的游戏场就要完成了 有人发现 我爹不见了 去请继母做主的时候 却一个个被打发回来 理由是 竹母已经知道 侯爷无事 在继母的房间里 我正饶有兴趣地 参观他奢华的房间 被捆成一团的继母 和昏迷不醒的便宜爹 趴在地上 我嘖嘖道 好歹也是个侯夫女主人 怎么和你女儿一样脆弱呢 他惊怒交加地看着我 却没有说话 我的温顺换来了他的大意 走进房间 抓住双手 刀尖卡在嘴巴里 他就不敢叫了 其实有什么可怕呢 只是五成的可能 不小心捅穿喉咙 完全可以试一试吗 但养尊楚优这么久 我掰断他的小指 他都疼得说不出话了 省了我独嘴的麻烦 继母颤抖到逆女 你知贱人 等侯爷醒来一定不会放过你 他夫君生死不知地躺在一边 还这么有勇气 我好整以侠道母亲 说话不要那么刻薄 我不高兴 就要你不高兴 继母欲要尖叫 被我一巴掌停 然后一掌又一掌 直到他脸颊红肿 嘴角甚血 终于放弃了 我满意了 用不调堵上他的嘴 确定田一爹还没醒 我兴奋地去找程庆庆 他的院子精忧精巧 白天看更加漂亮 但这里却是园主曾经的住所 继母以园主生母以死为借口 将他赶去偏僻的小院 让自己的女儿住进来 程庆庆仆从环绕 园主则住在破败的小院里 做什么都要亲力亲为 还被继母只是下人霸凌 我低眉顺眼 以继母的名义请他走一趟 程庆庆的手还没好 包得像两只猪蹄 看我安分了几天 他不宜有 他一路上故意言语羞辱我 我等他说够快走进继母的院子 他才发现这里过分安静 那当然 因为我早就以继母礼佛的名义 把人都打发走了 便宜爹那边也用提前出府 去游山玩水骗主了 没办法 谁让他们就是有这个爱好 在程庆庆惊恐的眼神里 我双手用力握住他还没好的指头 乱叫的话 你爹娘就没了 程庆云你疯了 那也是你爹娘 我歪头讥讽地看着他 他不敢叫 因为上次不听话 他废了两只手 我毫发无损 这次不听话 他不想尝试了 我很高兴 这就对了吗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弄晕了他 我知道他肯定想骂人 但谁让他太弱了呢 就像曾经园主哀求他们 不要伤害自己 程庆庆讥笑地说 谁让你太弱了呢 夜深人静 我拖着三个不断扭动的人 在侯府散步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辱骂求饶 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 既然要搭建一个好玩的游戏场 当然不能有人影响我 所以我在捆劳了便宜爹一家三口 就用迷要让整个侯府瘫痪了 园主的母亲当过太医院的女官 医术了得传给了他 所以他被借口给程庆庆放血 治病时才没那么容易死 但是他的医术只用在自保 从不伤人 现在便宜了我 我走得很快 用绳子拴住脖子的三个人叫苦 连天便宜爹张口逆女 逆女你居然敢伤害父母 一定不得好死 继母和程庆庆已经头发散乱 双手复后 没人搀扶 摔得东倒西歪 还被我拖行了一会 我停下来 便宜爹眼中出现希望的光 高高在上 算你拾去 还不快给我松绑 等待他的不是松绑 是我一脚踹在他脸上 万籁俱寂 只剩下肉体被殴打的声音 和便宜爹的惨叫 可惜他的府邸太大了 没人听到 住手快住手 他是你父亲啊 继母哭得梨花带雨 眼歪嘴斜 我停下了 歪头看他 你想替他挨打 他又不说话了 仿佛看了很可怕的东西 我看着地上身吟痛哭的便宜爹 又踹了一脚 胳巴一声 也许是哪个肋骨断了 我不喜欢你 翻来覆去两句话 再说一次就打断你的牙齿 哦折磨人也有技巧 重视体面地把他的指甲 爱美惜命地割他的嘴巴 搞不清楚情况 叽叽歪歪地就一颗颗敲掉牙齿 月光之下 我的脸在黑暗中看不真切 他们不知道没有人引路 我为什么可以畅通无阻 只知道面前这个人 绝对不是过去那个 任由蹉跎的成精人 而是一只披着人皮的魔鬼 我拖着他们 走到了原身住的院子 点起院子里的灯笼火把后 我站在他面前 深深吸了一口气 恐惧的味道 我决定今天玩得开心一点 给自己放松一下 好了人都到齐了 我拍拍手 看到他们三个在火光里 惊恐到扭曲的面孔 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匕首 今天我很高兴 所以决定给你们一次 自由发挥的机会 让我开心的人可以 保住自己的手指 剩下两个就要失去一根手指了 我舔了舔嘴角 抓住机会啊 我笑不出来的话 每个人都要剁手哦 有之前的教训在 没有人会觉得我是在开玩笑 便宜爹三人 开始颤颤巍微逗我开心 什么京城新流行的珠宝 哪家年轻有为的郎君 都是闺秀最爱的东西 但是我没有一丝笑意 眼神冰冷 刀尖在石桌上咯咯作响 被绑着的三人急了 说话磕磕巴巴 汝南老家有千母粮田和上千店户 以后都是你的 姐姐姐 我以后对你马首是瞻 什么都听你的 带点放了我们 你和成国公府的婚约 我们就不要啊 我掰断了继母的小指 在她的惨叫里和怨恨的目光中 我冷笑谁他妈在乎你们那点东西 不想看我开心事吧 那就通通不要这双手了 成庆庆疯狂地挣扎起来 不不姐姐 那只是我娘一个人的错 她蠢笨如猪 不要连累我们啊 继母震惊地抬起了头 不可置信自己的女儿说了什么 便宜爹跟着说话 庆庆说得对 清云清云 你消消气 一定有东西会让你高兴 在两个最亲近的人落井下石之下 继母仿佛石化般一动不动 就连食指连心的剧痛也忘了 人在生死和安全面前 偏然的感情基础是如此脆弱 我拍拍成庆庆的脸 这么说你一定有让我高兴的办法了 庆庆说不出来的话 姐姐会直接砍掉你的手哦 作为惩罚 成庆庆快哭出来了 他抖着嗓音到齐 其实我并不喜欢成国公公子 觉得你凭什么嫁得那么好 才去勾引他 结果那人就从了 你说他他是不是很蠢 我终于笑了起来 嗯庆庆真聪明 而便宜爹差点晕厥过去 成庆庆 你不是说成国公公子爱慕的一直是你 要你姐姐才要这门婚约的吗 他无法接受自己优雅美丽 恪守女德的女儿居然是这种人 豪宅的勾心斗角 他只当女人见识浅薄 但是如果被外人知道 他家女儿与别人无眉苟合 侯府百年的清誉都毁了 便宜爹的恨意 让成清清色色的不敢抬头 他讨好的看着我 姐姐我 我算过关了吧 嗯好好待着 我将笑脸转向了便宜爹和继母 你们呢先发作的是便宜爹 你娘留下的嫁妆我给了临时 但是最大的几个铺子和工房 都在我手里 继母一抖 几乎是尖叫了起来 承诺你这个老不死的 我为你操持家务 生儿育女 你居然还留着那贱人的东西 还敢骗我 你狼心狗肺 枉我豁出脸和你私相兽兽 闭嘴你这蠢父 嫣娘是我原配发妻 她的东西也应该留给清云 到底是朝堂厮杀过的人 便宜爹很快就看出 我让他们讨好我的目的 就是让他们自己承认 做过的对不起我的事而已 因为不公正的待遇 所以我今天发疯 但是这些年都是她的计时 在管理后宅 她不闻不问 顶多是个管教不言之罪 而她和我是妇女 只要表现出痛心疾首 还怕笼络不了一个女子的心吗 便宜爹眼中的阴狠和轻蔑 我看着眼里 但是一言不发 她更加确信自己赌对了 虚情假意地挤出眼泪 清云清云 爹知道是爹对不住你你 娘死后我一时痛心疾首 看到你仿佛看到她还活着 才不忍心管教 没想到 让这个毒妇和庆庆 欺负了你这么多年 我我愧对嫣娘啊 你我亲妇女 岂有隔夜之仇 你娘的嫁妆 我都保存在书房里的暗格 你姐将我放了 我这就拿给你 再给我儿子一门更好的亲事 我百年之后也好也好 安心去见你娘啊 那眼中的稀计倒是不假 可是我这便宜爹还是猜错了 我只是想看到他们的丑态而已 什么复仇 什么委屈 那是原主成清云这个废物 才会做梦的东西 而我想要的 从始至终都是他们的恐惧呀 所以我温柔地蹲在便宜爹面前 扶过他身上绳结 父亲这么诚恳 我太感动了 我抓住他后脑的头发 狠狠地往石板路面砸 凹凸不平 混合石子的泥土 渗进了他流血的伤口 惨叫声格外动听 我强迫他看着我的眼睛 笑嘻嘻道 但是我讨厌你对我指手画脚 下次不许这样哦 他的眼睛被忽了一脸的血液挡住了 只能看到除火下半阴 半情魔鬼的脸 疯子疯子 便宜爹南南 只剩惊恐 这不是他的女儿 这就是个无法谈判 无法撼动的疯子 我用裙脚擦了擦手上的鲜血 看着继母 该你了母亲 想好怎么让我开心了吗 两次遭遇背叛 让他变得麻木 继母冷笑一声成清云 我看明白了 你就是个疯子 要杀要寡随便 不过是些不入流的阴私手段 你以为我会判你吗 残害父母姐妹 你迟早身败名裂 不得好死 我歪了歪头 谢谢 但不用对我自我介绍 继母张红脸 显些一口气没提上来 我看了看月色 大概也才四更甜 只是这么折磨人 太无聊了 猎物妈要给他们点甜头 我笑着对三人道 我去转转 谁半个时辰里 走出这个院子 我就放了他 我妈 当然是去看看我的好父亲 给我准备的嫁妆 还有那些千亩良甜的来历了 成清云的便宜爹 不仅是个侯爷 还是几个巡演御史之一 就足够平头百姓三辈子吃穿不愁 有水寡也寡不完 如果毁了他这个金饭碗 让他变成阶下球 肯定很有意思 我在书房转了转 没找到什么暗格 有些烦躁 还是现代好 网络一查 什么都清清楚楚 这时系统突然出现了 晚上好宿主 感觉怎么样 我开玩笑道 没有精神病院和电影 简直就是天堂 系统安静了一秒 也许是在查看 我这几天的所作所为 但是他什么也没说 请宿主配合原文剧情 完成我们的任务 不要玩物丧志 我的警惕化解了三分 笑了出声 你很有意思 我都把剧情关键任务 折磨成那样了 还打算让他们死 他的关注点 居然是不要玩物丧志 这确实超出我的预料 系统的声音 出现了一丝笑意 只要宿主完成结局 我们不在乎过程如何 结局是什么 众人后悔女主死去 侯府在严查之下 一落千丈 你的家人 也全都不得好死 我开始怀疑 这个系统 是不是故意 带我来这里了 但是那又如何 我很久没有这么肆无忌惮 体验过鲜血和恐惧的回馈了 他们的畏惧 简直就是我最好的兴奋剂 每一滴血液 都在叫嚣着让我杀了他们 让真正的鲜血 平息我的狂躁 我对系统到来了 就先帮我个忙 合理范围内 可以满足 找到城墓书房的暗格 和他藏匿地气 与社会证据的地方 要求合理 未超过世界限制范围 宿主请接收信息 下一刻 我的脑子里 自动浮现了这些东西 系统不再说话 再次消失 我将所有东西都找出来 一张张掠过 上面那些脉官 欲绝七男八女的东西 我只是瞥了一眼 然后带走 这么多证据 交给谁好呢 古人好像有个专门办案的部门 叫什么大理寺 我忽然想起来一些 被我忽略的东西 这个懦弱的女主 虽然人人虐待 但是还有一个对她真心的人 本书的正义代表 被她童年用一颗糖温暖过的 大理寺青 只不过 原主蠢得要死 因为订婚了 就再也没有和大理寺青来往 甚至人家暗示 可以充面帮她惩治 继母和妹妹 都拒绝了 一定要委屈求全 等他们良心发现 蠢得不能再蠢了 这个大理寺青 既然暗恋原主 那不如将东西全部交给她 现在吗 该去看看 我的猎物们都怎么样了 夜黑风高 我在院子里燃起的火把 也一个个开始黯淡 黑夜熟悉的猴符 也变成了未知的模样 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感情是恐惧 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 是对未知的恐惧 这个破旧的院落里 不知道有多少来自成青云 无法说出 背景说出的怨恨和哀嚎 成青云打了个冷战 休夜寒凉 他们被我抓起来的时候 身上包的只剩一箭中 一根本不够抵御寒风 成青云虽然走了 谁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走了 所有人都在努力挣脱绳索 出其死寂 刚才一番生死考验 被掩盖的丑陋自私搬到台面上 让虚假的其乐融融也演不下去了 成青云绝望地哭起来 她开始后悔 如果她一开始没有抢走我的夫君 不一开始就没有配合母亲 折磨我这个长姐 也许就不用受苦 都怪他们 都怪他们看不上成青云 还要拉着她下水 便宜爹从被砸得昏昏沉沉里 惊醒了一点 听到成青云的哭声 不耐烦地低吼废物 就知道哭 哭能让那个逆女放我们吗 没用的东西 静母冷笑你有本事自己跑出去啊 在我们娘俩面前威武什么 我看你成怒才是废物 自己的女儿都骑到头上了 什么都做不了 你要不是你这个毒妇 对青云百般刁难 我们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老东西你现在来怪我了 那你当初管住自己 别上我的床啊 毒妇淫妇 看看你交出来的女儿 和你一样放荡 五眉狗和勾引别人 一对背叛姐姐妻子的夫妇 开始互骂 我藏在阴影里听着锅噪 给他们一个小时 居然都挣不开 这次的猎物太弱了 要是还有去下一个世界的机会 一定要系统给我挑个好的 就在我不耐烦地咬住刀尖 准备走出去的时候 成青青大喊道别吵了 时间不多 他快回了 我们去柴房 那里一定有柴刀 呼骂的声音停了下来 那三人对视一眼 直到现在 最重要的是逃出去 相互搀扶站了起来 借着微弱的月光爹 爹壮壮走出院子 我呼出一口气 心未急了 还得是年轻人 脑子转得快 悠哉地跟在他们身后时 我时不时弄出一些声音 欣赏他们进攻之鸟的模样 柴房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呢 越向着柴房走去 路就越来越偏僻 血腥味也默然浓重起来 便宜爹忍着作呕的欲望 准备推开门 成青青突然像是预料到不好的东西 颤抖地尖叫 不要推开 映入眼帘的是三具血肉模糊 不知死活 在地上微微呻吟的身体 继母身边的嬷嬷 成青青的大丫鬟 还有侯府管家 啊啊 反应太大了 我在暗处号整以侠 看着他们吓得满地乱爬的模样 看着可怕 其实只是打断了四肢而已 我喜欢断纸 也喜欢用身上隐蔽的地方刺激神经 但对人质没什么兴趣 成青青还在尖叫 泪流满面 快要疯了 而便宜爹早就脸色惨白 站也站不起来了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一声接着一声 差点笑出眼泪 很好很好 我还想你们什么时候看到呢 不过没关系 不去柴房 我还在别的地方给你们准备了惊喜 谁想到上来就中大奖了 静青你真是姐姐的好妹妹 我爱死你了 成青青已经哭不出声音了 她抖着唇看我 在地上不停磕头 姐姐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放过我吧 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 再也不陷害你了 我笑着看她 那就是以前没少陷害 是是 我周游蒙了心 我善度自私 我罪该万死 姐姐留我一条命赎罪吧 她还年轻 才二八年华 绝对不要死在这里 我没管成青青的忏悔 走进柴房 对已经呆滞的继母到母亲 眼熟妈 这个地方你常来啊 继母打了个哆嗦 她熟的不能再熟 以往成青云惹她不高兴 她就派摩摩把她关进柴房 不给吃喝 随意打骂 有一段时间 成青云身上每一块好肉 所有仆人都在成青青的大丫鬟叫缩下 欺负她 如果不是虐文女主体质坚韧 成青云早就死了 但是对这些清清楚楚的管家 却视而不见 一直瞒报 一个不受宠的嫡长女 怎么比得上八截仙人夫人重要 所以要到全府的仆人后 我单独把这三个人抓出来 挨个敲碎膝盖和肘骨 恰好这三人是便宜爹他们的心腹 我可是精心准备了这份礼物啊 继母一言不发 眼神空洞 腥骚的液体打湿了衬裤 我嫌弃地择了一声 走过去抓着老嬷嬷的脸摆弄 他含糊不清地说饶命 看起来精神还不错 扔下这团烂肉后 我看着便宜爹怎么办呢 半个时辰不到 你们已经被我找到了 爹你是侯府主人 你来选的死法怎么样 我看着他面如金纸的模样 笑容越来越大 便宜爹撕心裂肺的你 你说了走出那个院子就放过我们 我走出来了 你不要杀我 我没有伤害你啊 我轻吃是你 不过是抢了原配的嫁妆 对长女受苦视而不见 装聋作哑 还想把我送到别院等死 便宜爹牙伙 小金脑汁想要说服我 我活动一下手腕 晃晃手里的匕首 这样吧 你们各自付出一样奇观 我们就结束游戏 我真是太善良了 还给他们选择 乃去找我这么好说话的精神 变态 我笑得像吸饱了鲜血的蝴蝶 今天我玩得还算高兴 所以不接受意义和借口哦 最终便宜爹出了一只耳朵 既母出了嘴巴 我也如愿让橙青青的手染上了血 和我想的一样漂亮 满载而归 我的笑容柔和下来 觉得现在是个升华主题的好时候 恶人得到制裁 可不就是我开始嘴炮的环节了 我真知道 父亲母亲 你们知道错了吗 以后一定要洗心革面 好好做人 明白吗 失去器官的三人脸色扭曲得说不出话 但还是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既记住了 我很满意 在他们慌乱的眼神 一个个用迷药要道 现在是五更天 该去做最后一步了 一夜过去 仿佛从未发生过 鲜血和恐怖 天已经蒙蒙亮出 早逝的 打羹的也一个个打着哈欠交班 但是有眼尖的人突然发现 地上多了很多陌生的字条和树皮 这是什么 哎呦这也有 平南侯府仗势欺人 暗藏俘虏 霸占良田 平南侯是那个城东的平南侯吗 居然敢做这种事 天呐 他还逼死了原配和七妹搞在一起 不计其数地只将平南侯的阴丝曝光 识字的人 纷纷情不自禁念出了这些丑闻 看这个城国公 他家公子 居然和平南侯的二女儿暗结猪胎 要逼死长女 等到城国公府的人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晚了 向来是裤裆里的东西 人人感兴趣 一个清晨的公府 京城就传开了平南侯的丑闻 但令人意外的是 平南侯府居然无人阻止 同样的更加细致的罪证 被早已布色到了大理寺卿的 府邸有好事者道 快看是去平南侯府的航母 大理寺清带人去得非常快 他看到那些关于平南侯的举报后 就心绪不明 这些事情被爆出来 名誉是小 那个曾经给了他一束光的女孩会如何 他快马加鞭赶到平南侯府时 只有一片寂静 大理寺办案 大理寺清亮出腰牌 带着人直接闯了进来 侯府安安静静 满地躺着昏迷不醒的仆役 他一直走到了主厅 看到了大为震惊的一幕 平南侯及其夫人女儿被绑在大堂之下 高选着一排排祖宗排位 沾满成垢 仿佛嘲笑 这些都是我做的 杀了他们太便宜 人最重是什么 就应该毁了什么吗 我提前摆脱 系统帮我散布信息 作为交换 这个世界的所得全部归他 系统十分痛快 不用半个小时就搞定了一切 我也从侯府离开 消失于众人眼前 跟随大理寺清 看看他有没有完成我的安排 他没有辜负我的期待 拿到的罪证 早在第一时刻就呈给了天子 即使如此 大理寺清也没有离开平南侯府 他命人搜查我的下落 但下属却回报了柴房三聚 生死不明的人和一副莫名晕倒的下谱 等到皇帝看到大理寺清城上的东西时 已经震怒 将承沐三人直接下雨 关进天牢 汝南成家 一时人人自危 而随着那批不知来路的证据查过去 还从巡言上 抓到了一批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 京城每天都有人在谈论 下一个抓的是谁 至于和平南侯有婚约的成国公 早早被拖下水 削去爵位了 不知道成静静发现 勾引的那个成国公公子 只是图平南侯的巡逻御史之位 他和他纠缠不清 会不会吐血 不过他也没机会知道了 平南侯成目被判了秋后问斩 女眷则流放岭南 而侯府那个默默无闻的嫡长女 怎么也找不到了 后继大理寺清 再一次将马车停在了平南侯府门前 被查封之后 这里已经不再是侯府了 只剩下一片荒凉 但半年过去 平南侯坟头草都长出来了 他还是放不下失踪的邓青云小丝 低声道大人 回罢平南侯遭殃的蹊跷 成姑娘若是不见了也是好事 你已经派人搜了半年 一点音讯都没有 大理寺清没有说话 只是失神的 看着被荒置的两尊石狮子 最终他低沉道走吧 以后不会再来了 马车零零走过石板大路 和一个带着秘离的女人擦身而过 我扶了扶眼前的帷幕 询问系统什么时候脱离世界 系统原作剧情结束 宿主当前可以选择脱离本系统服务 提供两种售后方案 一宿主签订攻略合约 继续在各个小说世界完成任务 二宿主返回原世界 免除电刑 我毫不犹豫 我选一那样压抑自己的现实社会 我呆够了 我注定是个不被社会容纳的疯子 注定是个行走在人群中的黑洋 我格格不入 我无所顾忌 我没有人性 那么我也不需要人类的生存法则 脑海中一声低吼 我仿佛又听到系统的笑声 合约签订成功 请宿主进入下一个世界 合作愉快 申表感谢 人群里 一个带着密离的女人忽然消失了 系统翻外系统诞生 知初就知道她和别的系统一样 与众不同 她不是流行的攻略系统 也不是重生系统 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 承恶 顾名思义 惩罚罪恶 但是承恶的代价太高了 没有人愿意成为她的宿主 主系统并不是养不起他们 就算承恶系统一百年没有绑定宿主 也不怎么样 看着一个个同僚在任务支配下 走过一个又一个世界 她的心里还是充满了羡慕的 怎么样才能拥有自己的承恶宿主呢 她去问了主系统 主系统告诉她 找意志坚定的好人 系统说好人会疲于黑暗 蜡烛迟早有燃尽的一天 主系统想了想 还有一个办法 但是条件更加苛刻 什么办法 主系统的脉冲突然亮了一下 像人类一样意味深长 黑吃黑她若有所思 惩戒罪恶 也许真的可以用更大的罪恶 她知道该去寻找什么宿主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